現在在準備今季的雜資文件的時候 看到這個圖案的心都拿著寒一寒 回到普斯坦三、四年了 終於看到唐榮經濟日報都說 普斯翻身而成交量急增 以往世持續之餘 投資者帶他出貨承接力到理想 現在站在上水新康街和負興街交界 之前這個圖案是卓越做了一個豬肉檔 整個圖案是豬肉檔 現在一半都變回做藥妝 你知道做金貴當然是做藥妝 不應該做豬肉檔 真的完全復償 現在在準備今季的雜資文件的時候 看到這個圖案的心都拿著寒一寒 你知道嗎 作為基金管理人 最重要是要跑贏大使 但看回這個基金 我們是19年8月份旗艦推出玫瑰雜 之前的時候 拿正牌就一六年推Fund1 搞定了 Fund2是一八年推出 也都搞定了 之後呢 19年8月份就推 你當這個Fund3 這個旗艦開放基金的時候 相比這個差跡物業 股價處 截至上年底的時候 已經是各類型的物業 是加了租金下去 扣除所有的買賣成本 說的是佣金 印花稅 律師的集項 基金管理費 相關的稅務 全部都減掉了 對於正媒部的話 如果你是買了住宅 經據差跡物業股價處 政府數字就是-13.27% 工廈就是-6.17% 寫字流就是-17.17% 鋪位也是-8.17% 而我們公司的基金 竟然是升18.1% 即是同期我們的正媒部 減掉所有的費用 稅務的管理費 就是跑贏大使24至35% 你知道嗎? 浴室也更加老了 但是樣東西都復償 連這個豬肉檔 都變回做這個藥妝店的時候 復償的話 唉 小小子繞著手 就進入了勢 就輕鬆一點 希望賺到更加多錢了 如果你有興趣呢 趁這個復償這條路的時候 投資商店 可以來我們座談會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的時候有多長 完了 你們同事有沒有呢? 到時見你 我們旗艦開放式成會商鋪增值基金 自2019年8月推出 奉行入三出一策略 至今已經買入78間街鋪 賣出33間 攝資21.22億 我們即將舉辦 今年第一季集資講座 歡迎報名